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,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看姓氏,来判断某个人究竟是不是少数民族的人,比如姓郭姓马的一般就是回族人,姓蓝的一般是奢族人等等。 同时,中国还讲究追根溯源,也就是要通过姓氏来判断你的祖先来源于哪,你是谁的后代。 但今天我们要反过来聊,我们来聊聊历史上金国灭亡后,几十万女真后裔去了哪里,还有金国的国姓,完颜氏如今在哪。 众所周知,金国是女真人成立的,而女真人的姓氏从总的来看,则按身份地位分为白姓和黑姓两大类,白姓身份高,黑姓身份低,而再按黑白两姓细分下去,则女真人大约有一百多种姓氏。 女真族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,以打鱼和狩猎为生。 公元十二世纪初,由于辽朝的全面衰落,女真人推翻了契丹人的统治,建立了金朝。 公元1115年左右,女真族首领完颜阿古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一带成立建国,他以金为国号,这就是中国历史的金朝。 据金史资料记载,阿古达建国时,他让人娶皇族的汉姓,当时一个渤害国人杨普,就建议阿古达姓王,因为女真人读王时发音是完颜,这就是完颜姓时由来。 对于女真族为什么要把国号定为金的原因,金史太祖本纪记载,金太祖完颜阿古达说, 此外,还有一种说法是,女真族完颜部过去非常崇尚白色,而完颜部罗认为金字极为白色,故以金为开国时的国号。 从这以后,金国便开始了他的统治。 在金国统治期间,女真族人的汉化程度是相当高的,他们学汉字,说汉话,改汉姓, 而且金国的领域也从东北地区扩大到了长江流域,华东华北地区,那里地理环境优越,天气温暖湿润, 因此,许多人便不想再回到东北地区,于是便在这定居了下来。 在金国的武力最强大的时候,还要数金太祖完颜阿古达,金太宗完颜吴奇买,这两位皇帝在位时期。 金国先灭辽朝,后灭北宋,并把南宋王朝压缩在淮河以南的半地江山。 此后的金国与南宋之间基本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,谁都消灭不了对方,不过金国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。 金史称,金席辽治,建武金,治十四宗官府,视为十九路。 金世宗,金张宗时期,进入中原的女真人相继完成汉化,虽然达到了金纪全盛时期,但军事实力却大幅下降。 尤其是金张宗完颜锦在位时期,金国过度推行尊文宠儒的政策,埋下了后来蒙古兴起而消灭经朝的隐患。 女真人原本就是一只骁勇善战的渔猎民族,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,可是进入中原之后逐渐丧失了强大的武力。 他们满足于中原地区的富足生活,忘记了女真族祖先当年艰苦奋斗的传统,有的居然连战马都不会骑了。 元太祖忽必烈说,辽已是废,金已如亡。 蒙古人后来总结了过去辽朝、金朝灭亡的原因。 他们认为,辽朝的齐丹人因为过度推崇佛教而覆灭,金朝的女真人是因为过度推崇儒学而亡国。 这种说法虽然太过偏颇,但也反映出金朝在汉化以后军事实力下降的问题。 在公元1234年,南下的蒙古人终于摧毁了金朝,而金朝所留下的大量女真人散落在全国各地, 下落不明。 后来根据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探索,才发现了女真人的踪迹与去向。 当时的女真人分为两部分,长城以南的女真人和东北地区女真人, 她们的命运截然不同。 那些留在长城以南中原的女真人之中,大部分完成了汉化, 只有一小部分还保存着女真的习俗。 公元1234年,金哀宗完颜首续自尽身亡,金末帝完颜麒麟被蒙古人杀死。 同时,蒙元大军为斩草除根下了命令,为完颜一族不赦。 因此,许多完颜族人被杀,为躲避蒙元大军, 幸存下来的金国皇族完颜族人便开始改姓, 而且大多改为单姓,其中以比如王、汪、完、颜、怨等姓氏为主。 只有横哨一部分还坚持以皇族完颜为姓。 同时,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族人逃亡, 因此,这时的完颜氏则主要分布在河南、安徽、福建、台湾、甘肃、山西等地区, 并过着隐性埋名的生活。 但有一些皇族完颜氏女真人则想要复国, 于是他们便选择回到他们最初的家乡, 黑龙江附近这片土地上,繁衍生息,等待机会。 这些人的后代在后来的满清入关中也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除了金国皇族之外,蒙古还征服了大量的女真百姓, 而这批女真人是当年金国入关的女真族, 主要分布在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陕西等地。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, 这些女真族已经基本与当地的汉族融合, 甚至连女真语言和文字都忘记了。 到了21世纪的今天, 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仅存的女真皇族后裔, 比如甘肃、河南等地的完颜家族, 在今天我国甘肃省、静川县、静河北岸, 还有一个数千人聚居的女真族后裔村落, 村里的人大部分都以完颜作为姓氏, 而且有完颜家族流传的族谱代代相传。 这一只女真人是800多年前金国开国大将、 完颜宗碧、金物树的族人后裔。 金国覆灭后, 他们依然在县城中隐居近400年的时间, 虽金物树后人依然实现于汉人之间的融合, 可他们却从未忘却自己的金国后人身份。 在这些金物树后人眼中, 金物树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将领, 而他也值得人们的崇拜与敬仰。 在岳飞的一生中, 金物树可谓是劲敌, 作为金朝名将, 金物树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吞壁南宋, 作为金军领袖, 金物树才能不容小觑。 受金物树影响, 当地居民皆有着好战上午的性格特点, 在他们努力下, 金国文化得以存续下来, 并对我国现代社会的民族文化加以有效丰富。 除对金国文化的传承外, 在这些村落中, 还有着一些特殊的规定, 通过上文介绍便会发现, 金物树与岳飞为毕生之敌, 基于这一原因, 在河南路易县的村子内部, 人们会禁止讨论岳飞, 与岳飞有关的诗词及文学作品, 均不会出现在这些村落当中。 除此之外, 当地民众对岳信人同样有着一定的排斥心理, 甚至有部分家族规定, 后代不能够与岳信人通婚。 据此可以推测, 这只金国皇族在金长变王以后, 因为躲在甘肃境内生活, 逃过了蒙古奇林的追杀。 如今, 他们虽然已经不会使用古老的女真语言, 但还是保持着跳萨满舞, 信萨满叫等古老的女真习俗。 除了这些地区外, 台湾也有女真族后遇存在, 只不过数量很少。 今天, 台湾彰化县福星乡的詹错庄是全台湾唯一的女真族聚集地。 台湾文献委员会认为, 这些女真人是当年从福建渡海来到台湾开墾的女真后裔。 经过被蒙古大军打败之后, 为了避免被牵连和歧视, 女真族的很多百姓不得不抛弃原来的身份与姓名, 改用汉姓。 这些姓氏包括银、雍、爱、奎、银、顾、福、赵、岳、张、汪、燕等, 她们悄无声息地生活在安徽、台湾、河南、福建、甘肃、山西等地。 三、那些留在关外的女真人, 一部分变成了今天的满族和东北其他少数民族, 另一部分进入朝鲜境内定居。 经常灭亡后, 没有进入关内的女真人仍然散居在东北各地, 以部落的形式定居, 她们没有完成汉化, 所以仍然保留着女真族的原始鱼类习惯, 一直在和关外其他民族融合。 这部分女真人在明末分为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、野人女真。 在女真族完原部建立经朝过了约500多年后, 到了中国的明朝末期, 女真族的另一分支建州女真也在东北崛起,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清王朝。 正因为有传承关系, 因此诺尔哈池刚开始建国时, 便把国号命名为京, 后来才改国号为清。 清朝的皇族爱心觉罗家族就出赐于建州女真。 公元1636年, 秦太族黄太极把女真族的族名改为满洲, 成分包括今天的满族, 贺哲族, 西伯族, 厄伦春族, 厄文克族等, 并把国号改为清朝。 众所周知,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的56个民族之一, 也是我国第二大少数民族, 人口仅次于汉族、 壮族。 此外, 贺哲族、 西伯族、 厄文克族、 厄伦春族也属于历史上的女真后裔。 由于我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接壤, 所以历史上也有不少女真族人因为战乱而进入朝鲜境内。 由于地理相通, 古代美逢朝鲜国内战乱, 同样也有不少朝鲜族人进入东北, 而我国的朝鲜族就是这么来的。 记载, 在原末明初之际, 生活亚洛江南岸, 大同江北岸的一些女真囚长, 率领部落投靠了李承贵, 离视朝鲜王朝开过太祖, 这些女真人的后裔分布在今天的朝鲜, 韩国境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